男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 他不仅被取消了信用卡 还欠了数不清的外债 就连公司都要把他解雇 可就在这时 门外出现两个身着古怪的人 他还以为是来搞推销的 牧里却说他被选中了 文思疑惑被什么选中 麦克阐述这是一个过上全新生活的机会 他瞬间没了兴趣 这不就是传销吗 牧里提醒被选中的人 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 文思以为能得到有用的东西 他需要一份工作 再让女朋友回到身边 眼见他不愿接受好意 牧里从包里取出一个盒子 里面有一份礼物 文思再三犹豫过后 伸手接过了礼盒 但还是拒绝他们的帮助 随即将大门关闭 他打开礼盒一看 那是张印有文思姓名的光盘 他放进机器里播放 屏幕出现了一个男人 他数落文思 现在过得很不好 前半生没什么光荣事迹 只是勉强高中毕业的不良混混 难怪会被丽雅抛弃 正当文思气得要关机时 男人停止诉说失败的人生 文思还暗藏着某种本质 这使得他值得被挽救 看着突然结束的画面 文思还是无法理解 这又不能让自己变得富有 他只能先做些跑腿活 给邻居买了些生活用品 自己也能得到一瓶啤酒 突然他又看到了那两个人 邻居同样被他们选中 光盘上刻着他的名字 文思问起里面的内容 但邻居没有播放光盘 他只能说起自己的情况 虽然觉得很疯狂 可光盘确实记录着一些过去的事情 邻居认为 这是宗教搭上了网络时代的快车 借此知晓本身隐瞒的秘密 文思总觉得很不对劲 此时他来到一家木头厂里 男人答应过会给他一份工作 没想到只说说而已 文思不得不寻找别的机会 就在这时 他又看到其他黑衣人在推广 一个老头走上来警告 他们看上去像是传教士 但其实是外星人 人造卫星被宇宙飞船锁死 必须及时阻止他们 相比起夸张的黑衣人 文思更不相信老头的鬼话 他来到酒吧的时候 电视正播报着卫星网络忽然失联 联合国召开了紧急会议 酒保连忙把电视关掉 他们已经把文思列入了黑名单 他又来这里纠缠女友 丽娜露出无奈的眼神 他不会借一分钱出去 文思这次是来找他复合的 丽娜不想再把生命浪费在鬼混上 文思深情地告白挽留 丽娜也还爱着他 但只有爱是不够的 随即转身继续工作 面对纠缠不休的文思 酒保将他胖揍一顿后丢了出去 文思正想起身时 两个黑衣人走了过来 迈克问他看光盘了吗 文思搞不懂这么执着为了什么 墓里必须得帮助被选中的人 时间已经不多了 文思慌忙地朝远处逃离 他可不在乎怪胎的帮助 此时联合国的谈判刚刚结束 本地开始有人失踪 文思闲嘲把收音机关闭 他无意看到窗外的一幕 迈克正推着邻居的轮椅 文思察觉他有危险 急忙冲到屋子面前 里面发出一道刺眼的白光 他连忙进到房间呼喊 却只发现客厅的轮椅 他试着播放机器的光碟 男人说着同样的内容 也许邻居真的被外星人拐卖了 警察来到房子里调查 没有轮椅邻居哪也去不了 可他却凭空消失了 很难解释这种事情 而男人掏出国家安全局的证件 随即询问邻居接触过谁 文思说紧慕里和迈克 男人提醒已经不止一个人消失 如果再碰到他们的话 就拨打名片上的电话 文思更加确定心中的想法 他们就是来地球抓人的 随即赶紧驱车来到酒吧 电台播报着席卷 全球的人口神秘失踪事件 文思提醒丽娜 注意外星人 不料他竟然亲了上来 他顿时毛骨悚然 丽娜庆幸能被他们选中 文思惊恐地连连后退 女友已经被外星人洗脑了 为了把自己带到他们身边 不惜重新复合这段关系 文思连忙跑了出去 他先是把家里的门给抵住 随后用木板加固窗户 所有通道封锁完毕后 电台传来机构报道 每一个有何能力的国家 都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总统会在今晚发表全国演说 呼吁民众平静面对危机 而文思已经拿起枪准备 附近的房子越来越多闪光 显然是被外星人拐走了 他刚想打给国家安全局的男人 不料门外传来响声 文思急忙拿枪瞄准 大门打开的瞬间 麦克被猎枪射中 整个人向后倒去 墓里的表情严肃起来 他不应该这样做的 文思缓缓来到屋外 所有人都站在草地上 包括原本无法站立的邻居 文思满头雾水 麦克的伤口竟然开始愈合 然后就像个没事人一样站起 现在已经很清楚地证明 文思永远不该被选中 在他疑惑的目光中 两人走到了众人面前 文思只能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麦克和墓里身后 出现一对翅膀 就像两个黑衣天使 刺眼的亮光将众人包裹 随后缓缓往天上飞去 文思一脸猛地走到草地上 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剧烈的爆炸声 蘑菇云在天空中绽放 还没等他缓过神来 又一颗核弹在附近炸开 他被冲击波压倒在地 原本在世界将要完结时 文思得到了一个被拯救的机会 他却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最后只能成为骨灰堆上的煤渣